我們看一下本週的十二生肖整體運勢 本週是國立的五月十八號到五月二十四號 那其中五月十九號就是農曆的四月八號是御佛節 這在佛教是一個重大的節日 其次國立的五月二十一號是小滿 是二十四節氣的小滿 也就是說小滿這個時候農作物古物都已經小小的飽滿了 但是還沒有完全成熟 所以叫做小滿 好 十二生肖我把它分成四組來做個說明 首先第一組豬兔羊的 豬兔羊不錯喔 人氣上升 前景看好 生意成功 所以大賺錢 我給了五個讚的評語 其次是狐馬狗 狐馬狗也不錯 順勢而為 安然過關 就是說你不要相反逆勢而行 順勢而行的話是會成功的 所以是三個讚的評語 在下面蛇雞牛 蛇雞牛不錯喔 信心十足達成業績 所以是四個讚的評語 那最後猴鼠龍 猴鼠龍注重團隊 力量倍增 所謂團結就是力量嘛 所以給了兩個讚的評語 最後我們加碼 加碼有三個生肖 在本週運勢最好的 首先錢財最旺 錢財最旺 恭喜是屬羊的朋友 其次是事業最強 事業最強 那是屬蛇的朋友 那最後呢是桃花最紅 桃花最紅呢 恭喜是屬兔的朋友 請好好保座 把握本週的機會 看一下個星座的本週運勢 本週是5月18號到5月24號 那我們看一下個星座的整體運勢 在這一週的表現如何 請觀眾朋友呢 參考一下太陽還有上升星座 我們都來看一下 來 兩顆星的朋友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天蠍座的朋友要注意啦 整週呢會發生比較多的家庭的事情 家庭的紛爭 或者是父母的一些健康 也讓你比較擔憂 再來我們看一下呢 還有兩顆星的朋友 有獅子座的朋友要小心喔 注意交通的問題 那麼呢行車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提醒我們獅子座的朋友注意 在兩顆星的朋友呢 有雙子座的朋友呢 要注意啦 感情曖昧的現象 非常明顯 而且呢難分難捨 那麼這個部分呢 都是孽緣要特別小心 再來三顆星的朋友 我們看一下 運氣上面比較好一點了 有摩羯座的朋友呢 那麼要適合謹慎的理財 那麼越謹慎呢 才能夠把大錢小錢都守得住 我們提醒摩羯座的朋友注意 再來三顆星的朋友呢 還有射手座的朋友 是在這一週獲得了家人團聚的好日子 那麼在這個時間點呢 大家可以團聚 不管是喝下午茶 還是家庭聚餐 都可以感受到幸運能量 再來三顆星的朋友呢 有天秤座的朋友 恭喜你喔 是出差的順利喔 那麼不管是呢 出國的出差 還是在國內的喔 這個旅行啊 都能夠獲得出差的順利 那麼出行的平安呢 是大家最期望的 再來四顆星的朋友呢 我們要恭喜 美羊座的朋友呢 在本週呢 獲得了金錢入貸的好運氣喔 有可能有一筆這個 定存已經到期了 那麼就會進入到你的 這個儲蓄的存款裡面喔 整體來講呢就是財富倍增的好日子喔 再來恭喜我們 四顆星的朋友 水瓶座的朋友喔 本週呢獲得了貴人的出現喔 那麼這個貴人呢 是生活貴人 也是事業貴人 如果說你是看病求醫求診的話 也會遇到這個 醫療方面的貴人喔 整體來講呢 貴人都能夠幫助你特別多 再來四顆星的朋友呢 我們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喔 在本週呢獲得了 克服困難的好運氣 克服挑戰喔 那麼克服挑戰呢 就是自信的展現呢 也象徵了你往夢想更進一步 再來看一下 五顆星的朋友有誰喔 那麼本週呢 雙宇座的朋友 非常不錯喔 是獲得了心想事成的好運氣喔 這個心想事成呢 就是順風順水喔 各種的運氣呢 都能夠向夢想再更進一步喔 非常恭喜雙宇座朋友 再來五顆星的朋友呢 我們要恭喜處女座朋友呢 本週獲得了 旗開得勝的好運氣喔 尤其是做業務 做業績的朋友喔 你在這個業績發展上面都能夠 獲得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恭喜你喔 再來五顆星的朋友呢 我們要恭喜巨蟹座朋友呢 本週呢是獲得吉星高照喔 獲得了吉星高照的一個照耀以後呢 你在生活當中的各種事情 都會非常的棒喔 大家都會非常肯定你 再來我們做一個幸運加碼的部分喔 感情最旺的呢 我們要恭喜雙宇座朋友喔 非常不錯 工作最旺的 我們要恭喜處女座朋友 非常的加油 再來一定要去買彩協試試手氣的 是我們的巨蟹座朋友呢 以上呢就是本週的一週運勢 給大家做的